嗨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星星猴 今天咱们来一款非常好玩的涂鸦游戏 叫做城市破怪蛇 那咱们上来可以这个二选一啊 一个是男主角 一个是女主角 咱们来选这个封面这个 男主吧 这个小伙看的还是比较悠闲的 这个游戏就跟之前的这个 加飞猫这个 要吃的这个游戏差不多了 变成了这个小伙去 涂鸦 那么这个人叫汤姆 他会留下自己的姓名啊 那么在 地铁站里边 那这个游戏的缺点 为什么给三星评价呢 他这个比例做的还是 不是太科学啊 你看这个人都比这个 地铁还要高啊 那这个 但因为他是卡通的画风 这个比例不对的话 也是没问题的 那看起来就 还算是比较正常 那么如果写诗封的话 那么看起来就非常的 突兀啊 咱们要做的就是利用这个手通的这个喷吸罐 对 警察视野范围内的可涂鸦地方进行涂鸦 那么这个警察呢 也是 在悠闲呢 吃着东西 喝着饮料 那他时不时会去看一眼 我们的动态 以及他管辖的这个区片 那他这个属于是 悠闲执法呀 所以咱们就 在他这个休息的控掌期 进行涂鸦 那图完一会咱们就回来休息一下 当他要看的时候 这个头上会出现感叹号 会出现一个黄色的 扇形的扫描范围呀 那这也是他的一个 工作的这个视野 那等他这个视野 扫描完以后 咱们 再进行涂鸦 并不是说需要全部涂满 咱们只需要去涂个 按照他上方左边的进入条 涂满了就可了 那游戏里边的这个地图上呢 没有打满也是没关系的 这个是游戏本身之初 就是这样设计的 好 迅速涂鸦 那有了一个咱们可以接二连三的进行涂 那他这个恶搞的是自由女神像啊 他这个警察非常生气呀 因为咱们在一个地点来回连续涂的话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警察应该是知道的 只不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为为什么会有这个 这种的警告呢 他如果看不到的话 你怎么知道我在涂鸦会有一个 这个 红色感叹号的警告啊 因为咱们在同一个地点反复涂鸦 会导致这个警察非常的生气啊 那这个游戏的话 现在说了 我只给了一个三星评价 那还算是一款尊规终矩的作品呢 那在闲他时间来游玩 那这个游戏呢还是比较不错的 那下面我们一起来 把剩下的这几个关卡 给他 涂鸦完成 好 又获得了一些的 呼这个呼喊声的啊 也算是我们的涂鸦小队为我们一个祝贺 因为在 大名鼎鼎的这个警察的手里 咱们竟然可以完成一个涂鸦的壮举啊 这个列车就非常的 比例不对啊 你看他这个比例真的是啊 那也可能是我们这个人 踩着喷气滑板 看似比较高 如果见下来以后呢 那还是可以的 但警察的话 这个就不太一样了 哎他要 进行一个探查 如果他探查到 没有在这个位置上 那么 一定 会被抓到的 好 至此呢 全部都是完美 三星过关 好的 那本期游戏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 守护丸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各位的收看